诸葛亮的一伞也太帅了吧 今天来一局颠纷赛 以前的库存都给我忘记了 两集的时候就过来帮助射手 看到半血鱼鸡一伞来到脸上 对面小鹿乱撞双腿发落 哎我去这小老头 有点东西了呀 没有二技能减速 留不住钟葵 这没有办法啦 转眼间来到四集 本来是想刷个被动的 这两个完全不懂我 但没有关系 锁定长血刮沙师傅先收一个 旅步跳大风路 我反向走位 莫也瑟瑟发抖 这就是带诸葛亮的调和嘛 嗯 钟葵空哥 不过绚晕加上鱼鸡的远程之缘 吓死我了 那兄弟们把硬的不行 打到公平上 最要命的还能回头抢个人头 你找谁说你去啊 继续来到上路 钟葵恶心射手 白礼手又很烦恼 鱼鸡还是只有半条命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又是一个漂亮一伞 这里我以为会被挡下了 差一点点 那这一个人头就很有争议了 我锁定长血钟葵刚好给我抢到 有些好朋友就觉得这样不太好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兄弟们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锁定大招 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是在能力范围内 打出最高的伤害 而且我锁定大招 能抢到大概率是运气的成分 相信队友是会理解我的 感的漂亮 回到中路 被钟葵勾到不要慌 跳到他屁股后面 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 本来刮沙师傅不来 我肯定要亮的 刚刚这样已经没有技能了 游戏体验很差 这回白礼手又被勾到 吸的生活不能自理 跑到三个人面前 吸引注意力 那刚这样无视我的存在 太小看我了 左右反复横跳 打出沉蹲的伤害 墨爷直接被我扛了回去 剩下钟葵 不是伸手就来啊 气人太深 怎么来的都这么及时呢 蹲草丛里面 看看有没有抠脚 大喊过来 对付吕布马 很有节奏感的 脸上反复横跳 在走位躲过乌鸦坐飞机 回头锁定大招 你看这一波 我把它打到残血 白礼手又收割 你看我会怪他吗 我已经是打不出伤害了 如果他不打 我才会说他的 是吧白礼手又 我完全不怪你 好的观众朋友们 本局亮点 我想要秒掉鱼鸡 但没有打出被动 那就没办法了 也去逛那么一圈 看看有没有下手的机会 顺便偷一只野猪 我相信对面是不会介意的 蹲拨草丛 想对刮杀是不动手的 旁边走出了个半血钟葵 那不是伸手就来啊 还没有完呢 鱼鸡满血 还不回家 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一闪就很有感觉了 非常的有味道 满城被动 想秒杀刮杀师傅 但这个蛇皮走位太纷烧了 东风破没有命中 差一点伤害 那你回来是最烧的 看不起我白礼手援 这时候没有技能了 过来帮助橘肉精 不需要干什么 上发出王八之七就好了 因为我知道对面会跳大桃子 我做什么也是没有用的 不过驴部大招没了之后 居然还在和云中军嘻嘻哈哈 显然是很刮皮的行为 被绝尽打了残血 什么技能都没有了 诸葛兰千里追凶 吕布眼泪流下来 这就是社会的毒打吗 看到鱼鸡的位置 我直接闪现过来 打出沉吨的伤害 谁来谁死 啊 怎么血量多了墨也被我扛回去了呢 来看一下回放 已经找到鱼鸡后面了 好有心机啊 但还是扛住了所有的伤害 这就是命中注定吗 不对不对 这判定绝对是有问题的 刚才的情况 明显是要一炮双响的 来到开心上高地的环节 利用兵线打出被动 再锁定半血鱼鸡 很轻松解决 吕布我感动的要哭了 鱼鸡本来走两步嘛 诸葛亮真的 好活 装备名文我放上面了 视频都看完了 点赞你要亮 关注干的漂亮 我们下期再见